上梁大典 林永發副市長 上香祈福 金融市副市長林永發率領市政府教育處及公共處等單位 舉行駐島上梁儀式 祈求工程平安順利 這學校施展也很久 所以有些校舍都比較老舊 包括現在科技的進步 學生受教權跟其他學習的方面 很多設備都已經比較不足以去讓學生能夠有比較好的一個學習環境 所以市政府這邊也跟教育部爭取了一億六千多萬 市府配合停車場交通住這邊也淹了一億五千多萬 受限於地形的因素 中興國小四周被社區包圍 市政府規劃興建校舍 特別將基地抬升 避免地下室開挖 而建築設計的巧思也獲得2020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特別獎 那這個台生有兩個好處 一個除了景觀之外 一個就是地下室的開挖 可以減少它的土光的出土 那空間可以目前規劃起來 有120輛的汽車跟95輛的汽車可以停用 而且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家長的接送進來之後 有一個特別的接送區 那這樣的所有的動線跟環境的結合 是一個非常棒的 新的校舍完工之後 市政府也規劃了120個汽車停車格 及95個機車停車格 出席喪良典禮的市議員 希望市政府能夠妥善運用停車位 我知道說我們還有很多的這個 停車位的市區 我也希望未來能夠敦慶慕林 能夠讓我們周邊的禮能夠可以來停放 希望之後呢 這個停車空間呢 也能夠給來游泳 來市里游泳的這些民眾能夠足夠的來停放 希望未來在整個構成不值不值的環境 環境之下 省下會我們地方的學者 一個好的學習環境 也期待未來這個好的環境 變成社區共同的一個熱靈協定 新的校舍緊鑼密鼓的加緊趕工 預計年底完工 將提供嶄新 事實間的教室 對於學校提升教學品質 將有很大的幫助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